但是呢,我相信从这个草堆里边,你们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车了吧 续航400多公里,450公里续航的啊 19年上牌的,在这放了5年了 这个草长得比我都高啊 一大片啊,总数呢是800多台 一个时代的产物啊,就在这停放了 来给你们看看内饰,门是能打开的啊 看到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磨都没丝的新车,在这整整停放了5年 你说19年的车,在这放了5年了 一动不动,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草都长到车身上了 已经盖过车了,这车放这这5年 为什么会放到这5年呢,为什么没有跑过呢 而一放一共总量是800多台 我的天呐,你说这是工业垃圾吗 啊,那但他好歹他也是30来万的豪车呀 你甭管说是续航嘛 450公里,这个电池也没毛病 是吧,配置呢,那是奔驰的品质啊 一进来就是这个奔驰的新车味 新车指导价30多万 当年真的是卖30多万的 而且这车都是什么,boss的音箱啊 就是奔驰的品质知道吧 因为是比亚迪跟奔驰合作的车啊 看到没有,磨都没死,真皮作业 一上车就是那个奔驰的味道 这批车新到什么程度呢 来原厂的保养手册 看到没有啊 都还在 而且啊,这批车看到了没有 戴姆勒集团 知道戴姆勒集团是什么吗 知道的都知道 不知道的也会知道 筷子悬挂呢 今天带你们见识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见 你说水没事会爬在地上去看别人彻底啊 看看这三根筷子也叫三连杆悬挂 这种悬挂结构简单成本低 舒服舒服我不清楚 但肯定不耐用 我感觉呢,如果你换成柳林梁的话 肯定会比这个耐用 可能是柳林梁成本更高吧 但是这车还卖到了11万起步 成本我也不知道省到哪里去了 再带你们看看 东风日产经典销客的一个厚悬挂 采用的也是一套多连杆的独立悬挂 但是跟前面那台三连杆悬挂是有本质区别 看看这个用料 上支币是铝合金的 下支币和阳角都是加厚加厚的 这台比亚迪去组件礼物 很多朋友们跟我讲 它的外表很薄 这种地方不薄 它薄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这种地方 看,按一下 开了还剩90多公里 开不动了 在高速上 这垃圾车 大家千万不要买 小鹏汽车 你可不敢随便说它不好 昨天我拍个视频 就是个小鹏汽汽车手开它 过了个水坑 结果电池包进水 吃去趴窝了 这个视频才发了一天 就被小鹏人下架了 视频禁止播放 我说的明明是事实 你看电池包去我吃进水了 我又没有黑你们 你们为啥要下架我的视频 难道你们下架了我的视频 不让别人看到你们车的问题 你们的车这样就好了 你们不解决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造车行事力是真牛 小鹏 我从来没想过啊 这个车有电 我还能被困在车里 哪也去不了 这个车呢 现在还剩 605的里程 89的电量 然后呢 死活就是启动不了了 然后呢 这个APP呢 像神经病一样 给我断联了 我不知道它什么原因啊 大家看不清楚啊 它给我断联了 然后 无论 我发几次验证码 它是一个都不给 然后 我给这个400打电话啊 给宏记官方厂家打电话 他告诉我 验证码这个服务器崩坏了 让我忍着 你一点方案都不给啊 大哥啊 我这车停在荒郊野岭了 回不去了 你让我在这等一晚上啊 还是要怎么样呢 哎呦 真的是老生气了 真的是 你这么点东西 你做不好 而且我已经登录在我手机上了 你就直接锁定我蓝牙就可以了 一天到晚八遍啊 一天到晚掉线八遍 然后呢 我拿着我的手机 带着这个APP 我还截不了车 你整个那么安全干嘛 用啊 我真是想不通啊 真的是想不通啊 客客对不起啊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起诉我 让我赔一百万 真是酱酱害怕 你的起火又不是我编的 这实实在在是起火了呀 消防把车吊起来 对着电池喷水 这是前些天发生在广东梅州的电车起火的事故 在人家月子中心门口起火 这不是影响人家坐月子吗 睡觉都不好睡了 第一时间把车衣盖上也是挺搞笑的 我发出来可能是影响了你挣钱的 对不起 向你道歉 低加速的时候 昨天晚上贴的膜 这里竟然出水了 还会低下来 把车衣盖上 苦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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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几个喝苦惨啊 哈哈哈 我这说要不要喝你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 就常常的结束了 对不对 先拍照 先拍照 都一开直播了 是的 您可以记住一下 我们没有回的 我们在乎的就是我们 谁 嗨朋友们 现在都已经快12点了 我给大家看看 在限电下的成都 这些车主是怎么充电的 我今天在这个充电站 还是不小的 很多充电枪 但是呢 座无虚席 只有那一个坏的 是没有车停的 包括这还有排队的 都是在等待的 来来回回走了又不少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 大家集中了这个时间点 过来充电吗 因为成都的限电 白天这个充电站是没有电的 这个充电站呢 也是刚刚才来电 所以大家都赶紧过来 把电充满 明天要用嘛 按正常来说啊 就快12点了 充电站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但是在这两天的成都呢 这种状况是常态 没有办法 白天是充不上电 只能是晚上的 12点到4日的8点 这个时间段 是可以充电的 所以夜里 在这种充电站 你也能看见好多车 甚至你夜里来的时候 还得排队 虽然说我也认为啊 就这种限电政策 对于新轮员车主来说呢 确实不太方便 但是我觉得还是能理解的 你们知道四川 为什么会限电吗 其实四川本身 是一个发电大省 它是不缺电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又要限电呢 其实是这样的啊 四川把自己的电呢 给到了别的省市去用 给到别的省市 一个用电保证 所以自己这块呢 才会有一个 时间段上的 限电的政策 是一个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